主要是用這個範本 這個範本其實就是用錄製的 那個錄製的話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從那個 我們Essale裡面有個資料的 從web 功能 然後跟他講說哪一個 表格 然後把那個表格給抓取下來 但是錄下來的話其實程式碼會這麼 這麼冗長 其實我是把不必要的把它刪掉 最後留下來其實留下這些就OK了 那這些程式到底有什麼作用 我剛剛有把一些比較重要的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他的網址給他一下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放在哪裡 放在A1的儲存格 然後去抓他第五格 那為什麼是第五格 其實這個可能順便了解一下 如果你假設要想要知道為什麼第五格的話 可能還是這個有點難度 不過我建議你們可以順便學一下 至少將來你也比較知道 原來網頁 他的背後 基本上是 怎麼構成的 那將來你要爬某個資料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在網頁按右鍵 檢查一下 或者是說你可以 乾脆這樣 可以 比如說我要針對這個我想知道 日期這兩個字到底他放在哪一個標籤裡面 按右鍵好了 選擇檢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如果我選日期這兩個字 他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你按右鍵檢查 他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是在這個區塊裡面 他這個區塊的話 特別注意 主要你要了解 就是所謂的那個 網頁上的標籤 那所謂的標籤一定是 小於開頭的 然後後面有個標籤名稱叫 TD 那其實 小於TD的話意思就是什麼 他這個地方其實就一個儲存格 TD就儲存格 那如果是 一列的話 特別注意喔 假設整列 在那個HTM叫TR 那如果一個 一個表格叫做Table 所以可以發現 他的結構大概這樣 所以目前 如果是一個表格結構 至少你要 學會 三個標籤吧 第一個叫TD TD的話就是儲存格 TR就列 一列 然後一個表格就是 一個Table OK 那可是我 所以知道這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原來 表格就是小於Table 小於有沒有 那叫Table 所以我想知道說 這個 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 表格的話 那我怎麼做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我先會 尋找 所以尋找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按 Ctrl F Ctrl F Ctrl F的話 你會發現 把它Cancel掉 Ctrl F 你會發現 中間會多一個東西 這個叫尋找 Ctrl F其實就是尋找 尋找什麼呢 所以記得 這邊 增加這個 那就是打什麼 Ctrl Ctrl加 加F 好 那他跳出這個東西來 那我們就 輸入什麼 輸入剛剛講的那個標籤 叫Table 所以小於Table 那輸入完之後 其實大概就會 有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 這個標籤 在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 幾個Table 他會跟你講 有七個 有沒有 這邊有七個 那目前呢 我們找到的是 第一個在這裡 他會告訴你 第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 那可是我怎麼知道說 日期 所在的這個表格 他是第幾個 那其實有個方法啦 你可以用那個箭頭 向下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三個 第三個是 蠻接近的 第四個 第四個是這一個 第五個是這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我們 所在的 這個表格 原來是在第五個表 第五個 所以其實 就是Wave Tables 就是這樣來的 他找到 原來這個是第五個啦 那可是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為什麼 上面這東西 他明明不是表格 那為什麼他 也是用 Table的標籤 來做 在他眼睛裡面 他有什麼表格 其實 這個主要 我的 以前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以前 那個網頁 Table也是拿來做 所謂的 排版用 所以如果你要切割 有沒有 你要放資料的時候 那最好的方式 當然就是用Table 有沒有 當然 你會想說 老師為什麼沒有框線 他不要顯示框線就好了嗎 反正將來還是可以放資料上去 也比較整齊啦 可是跟各位講 現在有個趨勢 就是說那個Table標籤 慢慢被那個DIV給取代了 所以其實很多那個網頁裡面 慢慢沒有Table 沒有Table的話 慢慢取而代之就是用DIV的方式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呢我們知道這個訊息 填上去 OK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 所以這個可能 稍微知道一下 按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然後Ctrl加F 輸入這個標籤名稱叫Table 你們可以 試著稍微查一下 甚至你可以查別的東西啦 網頁裡面最重要就是標籤的訊息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才可以填入在 WebTable等於5 所以將來如果你假設要抓的網頁 他的Table不見得是第5個 那你可以變更一下 你可以查一下到底是第幾個 把那個數字填上去 那你那個網頁的資料呢 就會被抓取下來 沒有問題 這第1個啦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 去抓取那個 1到68頁的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範圍的 程式先複製一下 假設呢 我要抓的不是一頁 我要抓全部 1到68頁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邊改成P次好了 比如說加個P次 意思說我要 抓全部 然後呢 在這個 下一行 打上 一個Table 跟他講說 我要全部 4i等於1到68 Enter兩下 4i等於1到68 空格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那跟他講說 我要的範圍就是 1到68頁 然後把中間的這個 抓網頁的 程式碼 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一般習慣會把它按個Table鍵 選起來就按Table 讓他下一階 並且最後做一件事情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 1到68頁全部抓下來 就是把這個E改成I 改的方法前面講過 雙銀號兩個 E到中間 Enter兩個 再E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那一樣 把這個Enter 前後加空白 那這樣就OK了 可是會發生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今天執行他的話 先把舊資料先刪掉 比如說我先刪掉 那假設我現在抓第一頁 他一樣會 這個抓 第一頁的資料下來 可是第二頁呢 這個時候I等於2 他又會抓 可是問題 還是方向A1不對啊 A1的話呢 他就會 把第一頁怎麼樣 其實擠到右邊去 所以你會發現 他其實有下載 但是第一頁變成在右邊了 然後呢 第二頁在這裡 如果我又再下載第3頁會怎麼樣 一樣的道理 他又會把第1頁第2頁 擠到右邊去 所以你會發現 他這邊就變第1頁了 這個範圍第1頁 這個範圍第2頁 這個範圍就變第3頁了 所以如果我下載1到68 他就變成說 第1頁在最右邊 然後呢 最左邊就68 可是不對啊 我不是要向右發展 我要向下發展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需要再增加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呢 這個地方 就不能永遠是1了 不能是A1 那我必須怎麼樣 當我第1次下載放到A1 當我第2次下載的時候 他應該要 幫我 向下去追蹤到 他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怎麼改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程式 稍微再改成那個P次下載 試試看好了 然後就可以把1到68頁 現在應該是可以全部下載 但是問題他放的位置不對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變動一下 如何把它換一個位置放 讓他可以一直往下放 而不是往右邊放